落魄销售偶遇时间商人 得知寿命可以卖钱 从此走向人生巅峰 可偏偏贪欲不止 落得一夜白头 没有了寿命的他 又该何去何从 今天幕位就给大家讲一部 国产奇幻电影《卖命》 小光是个保险推销员 他天天到处推销 可是一点用没有 业绩越越是他垫底 不仅如此 他还喜欢赌博 因此年纪25的小光 一点存款没有 还欠了一屁股债 好在他的朋友 给他介绍了一个客户 小光跑过去陪客户喝酒 小光立马就沦陷了 素岁的小光第二天起床 想起自己今天约了客户肥婆 但因为他迟到 这一单又黄了 这让小光彻底 没得工作的心情 他一天到处晃游 不知不觉来到小美所在的KTV 但都比脸还干净的小光 哪有钱找小美喝酒 只能在这里假装偶遇一下 没说两句小美就走了 小光继续晃游 走到一个钟表店前 在这里他碰到一个人 自称时间商人 跟他说愿意用5万 买小光一年的时间 第二天醒来 小光创头真的多出了5万现金 26岁的小光高兴的拿着钱还了债 还到商场买了 身名贵的衣服和一只手表 当晚他来到KTV找小美喝酒 把手表送给了小美 看着高兴的小美 小光心想 今晚可以和家人共度凉宵了 没想到出门 小美就被一个开奔驰的老板接走了 小光觉得自己还是太穷 于是他又找时间商人 这次他用5年的时间换了100万 第二天醒来 他发现床上铺满了百元大钞 31岁的小光去4S店里提了一辆奔驰 开着新车带小美来到餐厅 饱餐一顿后 小光以为可以和小美进一步发展 没想到小美却说要去上班 在KTV门外 小光越想越烦躁 于是他冲进店里 找到小美要带走他 却被这里客人的保镖 一个酒瓶子给办了 小美看到他为自己受伤 有些感动 于是把小光送回去照顾了一夜 这事之后两人关系更进一步 这天吃饭的小光 遇到朋友喊小光去赌钱 小光就带着小美一起去玩 看到他沉迷赌博 小美失望离开 可小光却正在兴头上 没有在意 赌到最后 他道歉别人一百万 第二天准备跑路的小光 接到了催债的电话 他发现 债主绑了小美做人质 无奈 小光只好再次找到时光商人 这次他用20年的寿命 还是只换了一百万 51岁的小光 把这钱给债主后 他才知道 原来小美早就被放走了 小光通过债主 拿到了小美的地址 这是一家医院 小光在这里知道了 原来小美有男朋友 但他生命做手术要20万 小美为了快速赚钱 才出来陪酒的 想着自己也时日无多了 不如成全了别人 于是把自己的车卖了 帮小美男朋友 交清了手术费 回到家中 他突然接到以前客户 飞婆的电话 在飞婆的帮助下 小光成功签单 赚取了50万 有了钱 小光希望找到时间商人 买回时间 可时间商人不同意 他和小光打了个赌 给小光一天时间 查清楚时间到底值多少钱 如果查对了 就把以前的时间都还给他 为此小光四处奔波 但到最后都没有找到正确答案 最后小光绝望离开 出门的时候被小美认了出来 小美给了他一个深情的拥抱 想起过去与小美度过的日子 他不禁感叹时间无价 这句话被时间商人听到 没错 正确答案就是时间无价 最终时间商人 把时间还给了小光 画面转到医院 小美男朋友手术顺利 小光向这个男生表示 自己要和他公平竞争 毕竟日子还长着 时间就是生命 而正是因为生命的有限 所以时间才显得格外珍贵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